皇城相府,总面积3.6万平方米,原名为中道庄,后因康熙皇帝两次下榻于此,顾名皇城。 为康熙年间一代名相,也是康熙大帝的老师,康熙字典总约官陈廷靖的故居。 树德院威俄壮观,斗竹居府院连绵,河山楼雄伟险峻,藏兵洞,层叠奇妙,是一处罕见的,建于明清时期的官幻宅居建筑群。 内外城共有大小院落16座,房屋640余间,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载。 相府由内城、外城、紫云迁三部分组成。 来到皇城相府,首先到达的是外城,外城是清朝陈廷靖时期建造的,供他以及太太孩子们居住。 门口就能看到御书楼上康熙爷御赐的五亭山村点额,以及至今保存完好的赞美陈廷靖功绩的对联。 春归桥木,浓郁茂,秋到黄花,晚节香。 明清两代,皇城城市共出了十个举人,九个晋士,其中六人入了汉林院。 这正是吉德一门九晋士,恩荣三士六汉林。 城门内两座石雕的牌坊上,刻着城市一门所受的官职和皇恩。 在这儿能感受到陈氏家族仕途的荣耀。 典玉堂的牌匾也是康熙的玉璧。 在这儿可以看到陈家的世纪展览。 这里还有专门为女眷而建的小姐院。 甲山,渔池,历历在墓。 环境优雅,别有风韵。 关家小姐的闺中生活可见一斑。 中国字典博物馆存放着陈廷镜参与支持编撰的康熙字典。 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。 为汉子研究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,至今影响深远。 河山楼是位抵御刘寇侵扰所建。 高三十多米,是府中最高的建筑。 同时能容纳千余人避难。 如此规模的民用军事防御堡垒,一般人很难想象。 即便今天看来,它的设计也非常科学合理。 河山楼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。 楼顶见有瞭望迪情的堕口,以及转移逃生的秘密地道。 为了能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,楼内还备有水井、碾、墨等生活设施。 除有充足的粮食,当年流寇不期而至,八百余村民入楼避难。 流寇九宫不下,便撤兵离去。 藏兵洞是战乱时期筑藏家丁或舵府的隧道,共计五层一百二十五间。 洞间或通或不通,或三五间相连。 层间有暗道相通,可直打城头。 最高一层住于城墙之内,并设炮眼对着城外,既可发射火气又可观察敌情。 内城建筑分祠庙、民宅和观幻底三类,风格迥异。 祠庙建筑有陈氏宗祠,民居有氏德居、树德居和麒麟院。 观幻司底有荣山公府和御石府等。 纵观相府景区,历史人文底蕴厚重,造型独特,气象万千。 对于当地人来讲,皇城相府不仅是建筑群落,更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。 一人,一城,一个信仰,穿越百年时光,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芒。 走出皇城相府,古文化商业街是必经之路,有各种当地小吃和纪念品。 这条街的明清建筑很有特色,适合歇脚、拍照。 景区的在辉相府大型实景剧演出,体验剧天朝国风、迎圣驾、八音会等艺术表演。 都值得看上一看。 可惜,由于疫情的原因,所有表演活动都已取消,且部分景区建筑也禁止进入,我也只能遗憾而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